歡迎收看今集結事聊至小潔 今天留言學的是2023年11月16號晚上的11點53分 今天是我們聊理程的集數 這個系列理論上我們就是講一些非常入門的東西 大家應該有發現禮拜一我們東西都特別特別簡單 也是故意的不想禮拜一講那麼硬的東西這樣 因為我們禮拜二聊新聞真的有時候聊得太細 細到很多聊天不晚 我知道 但是我忍不住 就是盡量講我也不知道我哪一天會不會就也沒東西可以講 你知道每個人的腦內是腦空間是有限的 就像有些人只會一直在講他在當醫生的時期這樣的東西 就也沒辦法我們就盡量吸收薪資 然後繼續的為大家分享 或者是也很鼓勵聽眾跟我分享一些東西 有些人也會跟我分享一些很特別的deal 例如說這一週有什麼很便宜的機票 或者這一週有什麼很有趣的一些里程票 就是很花式那種 我都很感謝大家的分享 因為如果你想要分享給全世界的話 你也可以跟我說 就是我直接幫你轉貼 這也是一種方式 但通常大部分人直接分享給我都不太會傳出去 因為你知道有些東西就是給專業的玩 就是這種分享的感覺 那有些東西我也不太方便在節目講太明顯 因為畢竟節目是公眾的 那有些灰色地帶的東西 我就會跳過閃躲或者是含糊其詞 就是為了讓玩家們可以好好的玩 其實這世界有非常多灰色地帶的東西 那如果你硬要問我說 小姐這灰色地帶的東西是不是可用 還是說這是確認的嗎 我會跟你說我不知道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我們常常講說 Do not call 真的你不要打給任何客服 第一個客服不會知道這種事情 第二個事情你一問這個東西 可能機會就沒了這樣 這是有可能的 但anyways 有些東西真的是 就你試試看 那我也都建議大家 像刷卡回饋這種東西 你就是刷刷看 有回饋就是有回饋 沒有回饋就是沒有回饋 你不一定說你一次一個月要直接刷10萬 你可以先刷個100塊 下期看一下帳單 算一下有沒有就好了 我覺得這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大家要有自己實驗的精神 雖然我這邊有傳遞非常多的資訊 什麼的 但你一定要有一個先決 你一定要能夠 講這個好噁心 獨立思考 你一定要獨立的有去 你可以先學修完之後 你要去可能找更多的source去驗證 雖然我基本上都告訴你source是哪邊 但是我還是建議大家不管任何的資料 你從我這邊得到的 我敢保證耐了9成是正確 但是一定會有錯的 一定一定會有錯的 那錯的東西我一定會更正 但是有些東西有可能我也沒有更正 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我錯了 那大家一定要練習 就是同樣一個東西可以去多看幾個 像我講匯豐留言卡這個東西 今天就有人來問了 那有可能是我自己個人講不清楚 有可能因為很多東西我都覺得蠻基本的 我會跳過 甚至我會跳難的東西講 細節的東西講 或是例外的東西講 那就黑風留言卡這一集 就有很大的 很大很大進步空間 我老實說 那因為這也算是我第一次開始講信用卡 我老實說我並沒有非常非常想講信用卡 但是因為這張卡真的是我太常提到 所以我就順便一提這樣 好 那就今天其實有一個美女 她就敲我 她敲我的時候我想說 女生一定是詐騙 真的 我想說哇長這麼漂亮一定是詐騙 她點進去看好像蠻正常 結果她問我了一個問題 她說她是聽眾 然後聽了一些這個里程系列的東西 那里程當然就是相對是基礎系列 她就問我一些關於蠻封留言卡的問題 她就說在15分3秒這個時間不重要 提到什麼2023年10月刷 然後可能2023年10月期限就到 她聽不懂這個笑起的問題 就是蠻封留言卡的積分的問題 我先說內急的意思是說 蠻封留言卡目前有一個很奇怪的規定 或者是很奇怪的這個笑期期限 那我們現在刷卡 我們都一定會有那個紅利積分 或者是那個銀行的點數 那旅人卡就是他們所謂的 銀行的飛行積分點數 它有一個它的名字 我不知道反正我們就統稱是 所謂的銀行飛行積分 那銀行飛行積分這個東西 它會過期 它是它的笑期是三年 當然它非常非常怪的是 它的這個三年是以你辦卡之後的三年 為一個週期 聽不懂沒關係 現在時間是2023年11月 那如果你現在辦卡的話 你在2023年11月到2026年11月 這段期間的消費 這些的里程都會在2026年11月到期 這樣聽得懂嗎 這三年你所謂的消費點數 都會在那個時候到期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規定 因為所有的卡都不是這樣子運作的 那所有卡是什麼運作呢 都是說假如說現在是2023年11月的消費 那理論上它這個笑期是三年的話 它就會這一筆 這個月的這一些帳單 這些點數 得到點數都會在三年後到期 也就是說2023年11月的消費 會在2026年11月的消費 11月底去做結束 就是會過期這樣 那2024年跟著2023年的12月呢 就下個月 2023年12月消費 會在2026年的12月到期 它是擺帳單 它沒有一個什麼 發卡之後的週期 好 那這都不用懂 以上聽不懂就算了 因為現在匯豐也宣布 跟這個大家一樣 從善如流 我跟所有的這種 飛行積分的聯名卡一樣 就是改成消費的那個月 加三年是當筆的到期日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後面的一種 所以現在考你 2024年5月的消費 請問這一筆 這個里程 你獲得的里程會在什麼時候到期 是2024年加3 是2027年的5月 我知道這一段聽起來很像在教智障 但聲音真的很難很難去做教學 你真的要聽聲音完全懂 是一件超級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你在看我東西的時候可以 聽我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不懂 可以先去找關鍵字 然後就找到回方聯名卡 這個積分到期 這個紅利到期 飛行積分到期等等 都可以去找找看 那你配置會比較好吃 那或者是重聽幾次 可能有機會聽得懂 那也有可能重聽幾次聽不懂 就像我們現在這位聽眾 他特別來私訊問我 這也是一種方式 如果你真的聽不懂 那你一定要講 你一定要講 有可能是我自己口齒不清 因為老實說 我有時候會繞在自己的邏輯裡面 跟某一個人一樣 其實我有時候會搞錯 有時候會搞錯重點 或是什麼的 這是正常的 因為我覺得這不是你的問題 這是我的問題 好 那現在 也就是說我在統整一次 現在匯豐旅員卡的到期日 就是你的消費內企的帳單 加三年就是它的效期截止 那這個東西什麼時候開始 我剛剛講的這段還沒有施行 他說是2024年的春天會開始 有講跟沒有講一樣 就是明年的4到6月會開始 我不知道春天是什麼時候 大概是這個時間 所以明年上半年會開始 那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你現在想辦就辦吧 我覺得沒什麼差 因為即使這個三年到期 我那集我忘記有沒有講 那個三年到期之後 即使你會發現說 我有一筆里程到期了 你在帳單上發現說 上個月到期 你其實可以打電話進去 那他會幫你恢復這個東西 他可以幫你操作一下 那就幫你再演一個月 然後再一個月後 這真的就到期了 那邊救不回來 為什麼知道 因為我打電話進去過 就連我都忘記了 所以這是我的一些經驗分享 其實我知道這個會用理由卡那一集 我可能到中後段 我可能一半時間在講這種東西 比較難的東西 或是可以兌換誰 其實那一集要說很入門 我有時候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其實如果要入門的話 可能還要講一些說 你要怎麼轉點 一些很基本的東西這樣 這位聽眾 這位美女還有問到說 是不是他們效率比較差 有可能我在那一集不小心嘴到說 匯豐效率比較差 其實這個是個人經驗 我效率比較差 一定要找比較主 其實你效率比較差 你跟國外那些銀行比 效率還是很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跟像是 明化這些銀行 像玉山國泰中信 甚至台信 那我都覺得他確實是第二梯隊 甚至是第三 但是也不會太慢 也不會太慢 你說什麼申請的卡片 他也不會說一個月還沒有下來 所以這個 我是個人覺得你不用太擔心 除非你是覺得說PC或24小時到貨 你一定要6小時到貨那種 超級急的那種 我覺得應該很少人比我還急 所以這個大家不用太擔心 額度的話真的就是他比較硬的一個部分 比較硬的一個部分 我可以大概講一個數字是說 我的匯豐旅人卡在跟同期的 同期盛期的卡片額度 可能是只有6成 但是你也不需要特別去算 因為其他卡片我都是不斷的在調 有可能是說 我假如說原本是10萬 但是我可能隔年我薪水有漲 甚至我薪水沒有漲 我繼續調了 所以我其實是有經常在做 我在前幾年是經常在做調額 那我最近幾年是比較沒有 因為我發現我根本刷不到 大概是這樣感覺 所以其實額度這件事情 當然還是端看你自己的收入 還有你自己的一些 一些這個有沒有去調額 因為其實像我爸媽 他們這個狀況比較好的人 名校房地產的人 他們不一定能夠拿到非常好的額度 這也跟銀行對於他的額度 他想要看你是房產還是要看定層股票 這個算不算得到 以他們銀行決定 那每一間銀行的決定方式不一樣 那我個人是覺得匯豐本身 他是非常吃重收入的 還有公司名稱 所以這是給建議 但是我老實說我再消毒一次 我所有的建議都是我一家之言而已 所以你可以去移稱是法 不對 你可以去試試看 但是如果不一樣 或者你像我不一樣 其實也可以跟我說 但是也很正常 因為我自己主觀意見 你聽也知道還蠻強的 所以不太需要太在乎我的意見 老實說 那我會推薦 我知道我常常在推薦的東西 我會把這些東西 就是可能講很多缺點出來 但是老實說如果都講缺點的話 我還是推薦這樣的話 或者說我還是會錄這集的話 表示他的優點絕對絕對是大於缺點的 那我內井剛才講的 會福利用卡 目前來說 我覺得是市面上 台灣目前來講最好的卡之一 至少前三絕對是文 我不喜歡講什麼第一名 但是絕對是前三 因為他真的太彈性了 然後就是他太多可兌換的對象 你很難就是說 因為我們很怕貶值 像我們今天錄音的今天 阿拉斯加航空的長程線 有一個貶值 短程線 像我們長段兌換新語沒有改 當然說 其實會福利用卡 並不能轉到阿拉斯加航空 但是我想講的是說 里程計畫是經常性在貶值 所以在貶值的情況下 你要畫更多的里程去換同樣一張票 這樣子的情況 你有可能其實保持貪性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才會 我幾乎沒有在推這個 像我自己有長航空的聯名卡 但是我推嗎 我沒有去主推他 因為我還是建議大家 除非你是專業的 要不然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這種感覺 但也不是不行 因為我自己也辦了 我家人也辦了 所以這我們之後再聊 只是給一些新手 我希望大家的風險是降到最低 因為我們玩的比較多 比較深 我們才能夠接受這個風險 甚至我們可以在風險發生之前 我們可以把它賣掉或處理掉 或換掉 所以這個可能就比較難 所謂的這個 我這樣聽起來很像在股票很玄學 但我一直有假如說 假如說12月1號說要改票 現在已經只剩下兩週了 那我們其實要開票 我們第一個我們時間相對充裕 或者是說我們管道相對多 我們其實很好處理 但是對於一般人來講 你剛入坑 我會覺得彈性的是最好的 彈性越大越好這樣 好那當然彈性越大不一定代表說 它的這個對換比例越好 所以這是DOSO跟Pros and Cons 但是我覺得這匯豐旅文卡 在所有的表現上面都是非常前面 就是它如果畫一個那個什麼能力圖 一個六角圖有沒有 我覺得它會非常非常全面 它會非常非常接近這個真的六角形這樣 好那大概就講到這邊 所以就是匯豐旅文卡的一些東西 那有一些灰色地帶 例如說這個翼角到底有沒有回饋 我覺得這時候的灰色地帶 所以身為常旅客我只能跟你說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 那我已經暗示很明顯的 那就是我是建議大家自己 先試一筆小筆的 然後下一期有 你就繼續用 好那我自己是傾向於 所有的這種sweet spot 或者是這種 比較灰色地帶的東西 我都不會去 不會去多講什麼 我的意思說 我沒有要靠這種東西來賺錢 我知道我可以 好像PO一個文章 然後說什麼 我找到這個bug了 這就是什麼神卡 我有講嗎 沒有 但是我基本上講說 這是我最推薦的卡之一 就是我喜歡講的稍微 保守一點點吧 這是我自己的習慣這樣 當然我也是不想為大家負責 今天我推薦你這個什麼神卡 結果一半 結果你覺得說這好難用的天啊 匯豐那麼少不動 那我也沒有辦法 就是對 那所以還是 我還是想跟大家說就是 可能有時候我們知道的東西 可能有到95% 但是我可能只會講到80% 那剩下那種15% 就是給專業的把玩空間 但是老實說 你能夠從0%爬到80% 理解這些東西的話 你其實已經會玩得很開心了 只是那個多的東西啊 有些東西真的並不是一個非常 它並不是一個 它就是灰色地帶啦 所謂的灰色地帶就是 你真的要挑是有道德上面的疑慮 但是其實絕對是合法 絕對是合法合規這樣子 那有些東西就是他們並沒有 並沒有去做排除 例如說我這樣舉個例子好了 有些人可能完全聽不懂 覺得我講得太那個 你覺得在7-11它刷這些卡 它能夠有回饋嗎 所以我今天7-11 我刷一張這個國泰的COCO卡好了 就是任何一張卡 它可以回饋嗎 進去看那個信用卡的條文 就會知道說它都排除 所以你知道我們這些結論 都是在我們在看過這些條文之後 我們知道它排除稅金排除 任何的水電費 排除任何的7-11全家 甚至全聯什麼東西都排除之後 我們再去測試 我們自己測試完之後才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像7-11 可能綁籃配會有回饋 可能綁接口會有回饋 所以這種東西都是一個實驗下來的結果 那你問我說 小姐現在你說到7-11都用什麼卡 然後有回饋嗎 我會建議你說你今天這個月 這是我今天做過的事情 我就是拿接口支付綁了四五張卡 然後就去刷刷刷刷刷 但是這幾張卡我都只刷一筆 我就只刷一筆 然後下個月去對照說 我這個月每個我都買了100塊 最後哪些回饋有進來 那我去統整說 好OK 這個接口聯名卡有 這個Uber有 這樣之類的 你知道嗎 我是會去這樣做 我就是瘋子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根本不信別人講的 有些東西別人講的可能有錯 可能是已經半年前的 你知道這個對於銀行來講 它要封 它只要把關鍵器封掉就好了 例如說你的勤款7-11 砍掉 接著前面有借口支付什麼 我還是照樣砍 其實他們都是抓得到的 只是他們要不要去抓 所以大家都問為什麼 灰色地帶就是像這種東西 你說理論上刷超商的回饋 會不會回饋 理論上是不會 因為所有的信用卡都排出超商 如果你今天綁接口支付 你這個所有的 假如說 匯豐理論卡綁接口支付 會不會有里程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這個東西 因為這是很小比 所以我覺得這個無所謂 但是大家真的 你懂這個灰色地帶的意思嗎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講這麼久這個東西 但基本上這位的美女 她有在思考說要不要辦 甚至還問我說有沒有推薦連結 還是真的是沒有 因為好像推薦好像也沒什麼 推薦禮之類的好像也沒有 但是在跟她聊的過程當中 我有發現一些大家可能會有問的問題 例如說假如說我們今天有人要 你要辦付卡給別人的話 那這樣子累積里程 是不是兩個人都有 當然是錯 就是有人真的問我說 是不是兩個人都有里程 當然是沒有 是都在累積在主卡人身上 舉個例子 像我們家的卡 全部都拿我的付卡 我是贈卡 我爸爸是付卡 那你想說為什麼會這麼怪 哇 我是賺很多 不是不是不是 是兒子很窮 所以兒子想要賺回饋 所以特別開了付卡給父母 然後他們就是集中火力刷 所以他們刷任何東西 回饋都在我身上 甚至連所有的水電帳單 全部都是我繳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要賺那麼一點點錢 賺那麼一點點小回饋 保費什麼都我繳 當然這些保費要用什麼卡 保費我是沒有用里程卡 反正有別的東西 有很多卡 因為我還是有在用現金回饋的卡 所以大家可以盡量去研究一下 保費要刷什麼卡 然後SAFE要刷什麼卡 其實這些我都不是刷里程卡 所以我再講一次 如果你今天有開付卡給別人的話 所有的里程都是累積在主卡人身上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開了另外一張匯豐留言卡 給你的老婆小孩或者是老公 這個case的話 老公跟你的父母之類的話 那他說要多少錢 里程全部都會在你的帳單上面 也就是在你的匯豐的銀行帳戶裡面 就是那個銀行的faking積分裡面 這個是蠻重要的 那因為這位女生還說他希望額度要高一點 額度要高一點 我就是還是建議你要不斷再調額 還有不斷的賺錢 我只能這麼說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好像一翻兩單元就是 考試成績下來了 因為像我爸媽最近辦了一張卡 那他的額度合下來比我還低 然後就傻眼 他就想 因為其實我爸媽是那種很傳統的人 然後覺得說什麼 額度不要太高 額度太高 我怕倒刷 我想說有什麼好倒刷 因為現在倒刷這一款都還蠻好處理的 而且那一張他們辦的是國泰的 我說這很簡單 結果他們一合下來 他們的額度是比我還要低 他們就傻眼了 因為他們是在台北有房子的人 開卡的人是我爸 然後他們就有點傻眼 開卡前還在那邊講說 我要把它調多低 你們會用多 因為那張卡是這樣 是他們辦主卡 因為我要去錄一個開卡裡 所以他們辦主卡 我拿副卡 然後我刷卡當然還是要給錢之類的 我們家都是這樣 刷多少自己給多少 他們刷我的是一樣 反正就是他們就擔心額度會太高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自己很有錢 你知道嗎? 我想說 OK好 結果合出來的額度比我還低 他們完全沒有講話 那為什麼合出來會很低 第一個是大部分 第一個是他們還是不夠有錢 老實說 第二件事情是你這個額度是要去訓練他的 你是要去不斷的幫他 我原本講奇怪的東西 但是發現現在有女聽眾可能不太好 就是要去讓他慢慢調 例如說你剛才這盒子十萬 那你可能你明天後 你這個下個月 跟著你可能六個月後 或是一年後 你的收入不管有沒有增加 我覺得都可以送送看 送去看看然後把它往上調 因為真的是額度大用時方很少 你有時候會覺得說什麼 012度很方便 像我媽就是這一派 她寧願把這個卡片調到3萬塊 之後012度去調到10萬塊 她也不願意說 她本來就有10萬塊 她就調到20萬塊以後 隨時以非不時之需 甚至她還要刷一些什麼醫院的東西 醫院都沒有回饋 但是醫院刷卡比較快 不用付現金 不用用什麼簽帳卡之類的 那她就覺得說 這樣子比較方便 然後就跟她講說 其實現在你只要每個月對賬 就不會有問題 而且增益款這個東西 在六個月內都可以申請 增益款就是說你今天被盜刷了 那你要打電話去銀行 有些人都很急 想說完了完了 我現在打電話進去是錯 其實如果你今天現在 既然來不及沒有空 你在國外 其實你六個月內處理都可以 六個月內處理都可以 如果你今天要說不行 我現在沒有要繳這一筆 其實你就回 例如說你出過幾天 你回國再處理這個東西都好 就是真的當下不要印象到 不要印象到心情 而且我告訴你 10次盜刷有8次都不是盜刷 都是你自己買了個什麼東西 訂閱制你都忘記了 我每一次都是這樣 那就鬧過非常非常多的烏龍 所以我建議大家 先冷靜個三天 等它真的跳出來 它是什麼款項 你再去弄增益款 我不要什麼 你手機爛響 然後想說 什麼東西 我怎麼有刷這一筆 結果沒有 結果是你這個可能 這個訂閱制 什麼Google的訂閱制 結果你忘記了這樣子 或是你自己訂了什麼Pornhub 我不知道 其實增益款它本身就是六個月內去做申請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太久了 那你就自己講 就是大概這個意思 就是要兩個月內 一個月內 再慢慢處理都可以 當然它還是會佔額度 這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就是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對於額度的需求的話 那就是不斷的調 不斷的調 還有多賺一點錢 真的就是多賺一點錢 我也沒別的話好說這樣 好 那我最後還是要再次的打預防針 就是其實我們 其實我講的東西都是我當下的結論 像剛才匯豐旅言卡 那個積分怎麼改 消息什麼東西的 這個東西它隨時會改 所以你隨時都要盯著官網 你盯著部落格 你要確定它有更新 你盯著我 你要確定我還會更新 因為我今天講完匯豐旅言卡 我大概就不會再講匯豐旅言卡了 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現在聽到這東西都是舊的 你一定要再去確認 例如說有人說手刷禮是多少 像我上一週有講的一個新聞 是在講說這個 華航的續卡禮刷100萬 可以拿12萬禮華航 有人就問我說 我現在開卡來得及嗎 同志是續卡禮 所以有些東西你真的一定要自己去開 而且即使我今天這樣講 你真的要辦之前 一定要去管我再確認一次 有沒有這件事情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有可能它明天活動下了 當然有可能說我講錯了 說不定根本就2萬 我看了12萬 但我這個確定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就一定 大家要稍微簡單的去驗證 這件事情是蠻重要的 所以所有東西 只要是跟你自己錢有關的 大家一定要練習稍微去看一下 我知道很難很麻煩 但是建議去看 然後或是你直接問我說 到底哪邊看到的 如果你沒有查到的話 你真的發現 你找到10分鐘都找不到的話 你再問我 如果你連找都沒有找 我聽就知道你這個 完全沒有經過大腦問題的話 我就看我有沒有心情 我有心情我再回 當然就是這樣 因為未來問題就會越來越多 但是我現在還可以應付大家 但是之後我不知道 總之還是很感謝所有人的這種分享 或即使你問很笨的問題 我都覺得這是好事 因為有打出那種同溫層 或是讓更多人理解這個東西 雖然說也沒有賺什麼錢 但是就覺得 好像可以跟別人討論自己 很常在看的東西 有進去的東西 這種感覺是不錯的 所以希望這集有 對大家有一點幫助 雖然這集完全沒有聊什麼 特別內容這樣子 那再多嘴一個好了 就是因為像這一個媒體女 她還有講說她想要 預計明年要去這個 南北美洲 然後她是這樣講的 我不太確定是南美洲 還北美洲還是都要去 反正就是美洲 那預計要累積這個東西 那我只是建議大家 一定要先試算一下 先試算一下自己的這個消費 跟自己的這個 是不是真的能夠兌換到 這個我應該在很多集 我都有算數學 我很多集都在算數學 跟你講說什麼 尤其在QA非常常算 比如說這個 有人年刷一百萬 但是她可能有八成是國內 然後兩成是海外 那這樣一年可以賺多少利 那我也都有評估說什麼 你可能盡量在兩年內 可以換到至少一張級票 最好是一年內 因為你要避免被改表等等的 大家可以去稍微估算一下 自己怎麼累積里程 好 那你不要忘記 我也很多集都忘記提醒一件事情是 累積里程的來源有非常非常多 你可以跟別人購買 購買合併的 或者是說你可以辦信用卡 或者你可以辦很多張信用卡 所以這完全不衝突 例如說我自己我要累積長榮的 我會怎麼累積 第一個 美國運通的長榮航空聯名卡 金卡它本身就有一個很不錯的 不是開卡優惠 是開卡之後前三個月 它那個CP值蠻高 再來它的大白就是長榮的國泰航空 更正 對不起 講錯 美國運通的長榮千丈白金卡 這張開卡就會拿5萬的長榮里程 有一段時間好像漲到6萬 但是正常來說都是5萬 這張卡你平登記證 商務艙登記證 你還可以進你的Garden之類的 這張卡你是不是也可以開呢 是不是也可以嘗試看看說 我就拿一個手刷里 然後就可以拿到可能5萬里的里程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今天用長榮換台美的商務艙要15萬里來回 那這樣我怎麼會累積得到 不是 我們很常都是靠開卡里去累積的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通常你換國就回不去了 那還有什麼 我就順便把長榮都講完了 像還有長榮的另外一家聯名卡 是跟國泰市華銀行 國泰市華銀行本身的極致無限卡 它這張卡的整個很Balance的一張卡 它的年費雖然很高 但是它給的手刷也很多 而且它的權益 個人覺得算是台卡前幾 我覺得還不錯 可能不能說到 不是說到最尊訣的那種好 而是說 基本上年費都拿得回來的那種狀態 大概是這樣 那還有他們有無限卡 但無限卡我那張我就比較不建議辦 我覺得如果你要辦幾隻無限 就辦幾隻無限 好 它這些都是長榮的聯名卡 那長榮的非聯名卡 也是可以累積長榮的 因為像是輝豐旅人卡 本身就是一張你可以轉 將近快20家的航空公司 所以你辦的這張卡 我印象中它的K卡裡 好像是5000還是1萬 大概這個之間 它有時候會跳 那你就可以又累積一些 當然它的年費也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可以 其實你可以爆開好幾張卡 當然這個對於信用 你如果要抓聯真的話 例如說像我們的美女 她可能未來可能跟老公 或是她自己有任何的買房計畫 買車計畫這種類型的 你可能就要避免頻繁的拉聯真 甚至不要拉聯真 但是這種就是你繼續評估 好 然後就是像還有什麼卡 我自己還之前還有 新展的飛行卡 花旗的之前的還旅卡 花旗的Prestige卡 這些都是我擁有的卡 然後有些可能它的 第二年的年費沒有到很高 我就會把 沒有到沒有到這個很划算 因為它會有序卡裡 我就可以把它剪掉等等的 或者是有些權益 像新展的飛行卡本身有 6日可以停車4個小時吧 就是因為我通常都是6日才會開車 又6日才會使用到 使用到這個權益 所以我才會留這張卡 當然其實有其他有很多很多卡 什麼富邦尊遇啊 什麼鬼的 對不起 其他那些卡 可能它有一些 停車的優惠 但是你就選擇自己喜歡的 然後可以附帶的年費去算一下 等下的年費是不是合算這樣 我知道這個很難 但是你越聽應該會越懂 就是我們常常會講到這種東西 所以也就是說 你要累積一間航空公司的里程 你不一定是一定要開一張卡 就說我要靠這個旅人卡 還賺到一張這個 這個常常的商務艙機票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都不是這樣做的 我們就是 大家都是逐水草而居 譬如說玉山Online卡 以前超級強 現在越改越爛 然後改到現在 基本上沒有Level5都不太適合用 那還有這個小數點 那叫什麼 小數點現在叫什麼 國泰Cube卡 它也是一張很好的卡 像我也介紹過 我都把它放在網購那一區 我就放在網購那一區 玩數位還是什麼的 我都完全不切 我就不斷的去 不斷的去買蝦皮 或者是 就是我有要需要的話 因為蝦皮的話 沒有其他的 要嘛就是要 可能就是哪一家比較好 好像沒有什麼卡比較好 我就覺得它是最適合拿來刷網購的一張卡 也就是說其實同一個里程計劃 你可以用很多很多不同的信用卡把它轉進去 那這種信用卡轉進去的點數呢 都是可合併的 所以不要緊張 就是如果 如果你都是從信用卡轉進去 它是可合併的 只有你跟別人買的里程不能合併 以常常來說 如果你要跟別人買的里程 通常都是你要一塊一塊的買 一塊一塊買的意思是說 假如說你目標是要5萬里 你要去換亞洲商務廠 那你就是要直接買5萬里以上 如果你買6萬里的話當然也是可以 但是它這個是不可以跟自身的合併 也就是換完之後 想說你買了6萬里 但是你換一張5萬的 剩下就有一個1萬的小塊的那邊 我知道這個不小心講太深了 總之啊 總之啊這個每一個航空公司 都會每一個航空公司不同的規定 或者是兌換的標準 我剛剛講的只是常榮 每一家都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研究說 好我想要飛陪美洲 那我會搭什麼 例如說我可能都要飛鳳凰城 鳳凰城華航還沒直飛 我要飛西雅圖好了 我就拿我們家來講 我哥在西雅圖 所以我要飛西雅圖 我只有華航 不對是有長榮直飛 華航沒有直飛 國泰的話 目前都還沒有開香港西雅圖 所以我的首選 我可能一年假設 假設 這不是實際狀況 這不是實際狀況 我一年要飛西雅圖 可能一趟來回 然後我絕不搭經濟艙 好我一定要搭商務艙的話 那我就 我就必須說好 那我就要去累積長榮 因為你這樣華航我要轉機 那不如我可能累積國泰 因為說不定我比較喜歡國泰 所以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自己要知道說 你自己的prefer在哪邊 像我飛西雅圖 我首選一定是長榮 然後再來可能是 再來可能是國泰 再來才是華航 那我就只要說好啊 那我就先累積在長榮好了 這樣 然後如果機票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換 但你有沒有發現 這還是一個非常tricky的事情 如果今天長榮沒有位置 你是不是就要換另外兩家 你是不是要換別張的票 甚至你要飛UA 你要搭聯合航空 然後到舊金山轉機 然後再轉個國內線 之類的 其實你就知道說 其實這個里程真的很累啊 或是搭日航對不對 日航就是從台北 然後飛東京 東京再飛西雅圖 這我也飛過 所以就是為什麼 一直說要保持這個里程的彈性 主要原因就在這邊 但是當你有個明確的目標的時候 就是說好我非常不搭 或者是有些人是巨大 某些航空公司 那你其實就可以把focus 在一些你priority很高的 這種航空公司裡面這樣 然後再來你要研究說 這航空公司對於這個放票 是大方還是不大方 我們曾經在一集新聞裡面 講過說 現在大部分航空公司 對於自家的會員是比較好的 的意思是說 他對於自家的 擁有里程的這些人 他放票會比較多 他放的所謂的夥伴航空 是相對少很多 我這邊講的其實就是長榮航空 其實大部分航空都是一樣 絕對是放自家放最多 再來才是外加 那在台灣這一定會變成趨勢 應該說在全世界 這早就只是趨勢了 所以早就可能是近兩三年吧 所以可能也沒有早就 本來大概就是這樣 本來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為什麼我每次都建議大家 第一個你要擬定你的目標 還要確認這個目標 是不是可達成的 就很像說你今天是一個吊車尾的人 不可能說我要考太大醫科 那是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那個不合理的事情 就不要夢想了 你要先大概知道說 我現在的分數大概會在哪邊 我這樣頒拍的多少 我可以考到哪邊 那你再設一點 高一點的目標 或低一點點的目標 這就看你自己的狀態而定這樣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你覺得說 哇天啊小姐我快發瘋了 我現在完全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沒有關係你就辦吧 你就辦吧 那如果你真的在笑起之前記得 稍微研究一下 我覺得應該也還好 因為其實我沒有一個人 是真的準備好一切事情在辦的 沒有人是準備好養個小孩 在說我們在養個小孩 我覺得大部分都是不小心的 然後這個徹底的 總之就是 其實你就先進來玩一玩 那玩玩看 如果不行的話就退出 就當做這個 可能幾千里幾萬里 是一點點學費 你就原本你想要換台美商工廠 結果發現說 我怎麼年消費只能換一張 台日的經濟艙 那你就換完一張 然後就大概就可以 就下一頁了 你知道嗎 你可以繼續回去玩一些 現金回規卡 或什麼東西的 我覺得其實也都很好 就是買個經驗 不需要那麼斬定 說我今天跳進來 然後我很怎麼樣 其實也不一定 就是雖然我在玩里程 但是我也還是希望大家 去謹慎的去思考 你要怎麼樣花錢 你要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你要獲得里程的方式 我們在里程入門的前第一集 就講了還是第二集 就是說里程也是可以用買的 所有里程基本上都是買的到 基本上都是買的到 所以你不如 你就直接跟別人買一個就好啦 這也是一種方式 所以了解里程不代表 你一定要用刷卡來擠里程 雖然說了解里程的人 85%或90%或95 我不知道很多 基本上都有自己在刷里程卡 但其實不一定 其實不一定 那這集就到這邊 我就不小心講的有點久 感謝所有聽眾的支持 因為我一直覺得 聊里程是最吃力不討好的一集 就是一個系列這樣 其實最近的流量非常非常的詭異 但是也很感謝所有人的收聽 沒有大家就沒有我 感謝大家 那我們就到這邊 如果你要跟我分享什麼東西 歡迎直接IG私訊 或是匿名留言 或是你可以跟女生一樣 或其他女生一樣 不是沒有其他女生 對不起其他聽眾一樣 就是直接用匿名問我問題 那所有的連結 都在資訊欄的下方 有一個傳送門 好那我就這樣 我是小潔 我們下期見拜拜